接下來康晨老師要介紹台容原理 也就是所謂的取捨原理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很學術化 那其實它很簡單 等下一講就會 那第一個先跟我們看符號 這個N of A 連擊 B 它是什麼意思呢? 連擊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在 A 裡面或者在 B 裡面 那就是在這裡面或者在這裡面 那就是在這個部分都可以 那這個N of 的意思就是 number of number 就是數目 就是 A 或 B 或者說 A 連擊 B 它的總共的裡面的元素個數 它裡面的元素個數 那其實就是這樣的區域裡面看有多少連數 那其實就求這兩個的面積啦 求這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再算的話 國小有學過 學過什麼呢? 你要算這樣子的面積 你可以先算 A 的 算完 再加上 B 的 算完 然後再怎麼樣? 減掉中間重複的部分 那中間重複這個部分不就是他們的交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A 且 B 或者 A 交集 B 所以你要算這個 A 連擊 B 的個數或者面積 就是 A 的面積或者個數 加上 B 的面積或者個數 再減掉 欸這寫錯了 再減掉 A 跟 B 交集 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 中複的部分 等個個數或者面積 這樣可以嗎? 在那邊嗎? 沒有 那三個也是一樣 如果是三個連擊的面積或者個數的話 也可以用三個各類相加 那我換個個數 是 A 是 B 這是 C A 然後 B 然後 C 你要算這個這樣 在 A 裡面或者 B 裡面或者 C 裡面的 面積或者個數 就是算這樣的面積 這個面積我們能算就是可以用 我先把這個算一算 再加上第2個,算一算 再加上第3個,算一算 你會發現到,你這樣子算的時候 這兩個相加旁邊這個都只有算到一次,沒問題 但是有沒有哪個地方它多少 總結就是A寫B的地方 A跟B交集的地方 你A、B、C都算了一次 OK就旁邊的,OK 中間這裡,多算的就把它減掉 同樣的B跟C也會有多算 這塊也會多算 B跟C交集也減掉 那A跟C也會減掉 還有一塊比較特別,就是中間這一塊 到底中間這一塊 到底最後是要加還是要減還是要加幾個還是要減幾個還是不用 最後面就要算這一塊了 注意看喔,很簡單喔 就是說,我每個地方都只要算一次就好 那這個地方是因為A又算B 所以這裡算了兩次,所以我把它扣掉一個 所以這裡扣掉一個就會剛好 可是中間這個呢 那我們就從頭來算 A的地方 我把A算一次,中間這一塊已經算一次了吧 B再算一次加上去 那就算了兩次了 C再算上去,就算了三次了 那現在扣掉A且B A且B是這裡 也有這一塊 扣掉一個 就少了一個 好 那 B且C 扣掉 也有扣掉這個 又少了一個 C且A,又扣掉一個 又少了一個 所以現在這裡算了幾次 0次 本來算 A、B、C 算上去就算了三次 扣掉這三個以後 三次都扣掉了 所以 它變成0次 所以你要 總共要全部 還是要加一次啊 所以要怎麼辦 就加一個就好 就加一個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 三格的連擊 要這樣算